我听说有一八卦说这个 就后面那栋房都是你 你认为 那倒不是 那倒不是 好几百瓶啊这个 是你自己的 因为现在吃面的顾客 并不是不满营田的 有决定是呢 包括北京的 食客了 专门开出过了 对 就为了吃素片的 因为它认了 就是有的时候 这里东西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还感觉到呢 到老店吃呢 有那种回味的感觉 这个感觉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吗 就是情怀 对 就是情怀 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走路带着听的神猫 现在在天津的 丁海兴区的 大港油田这边 往北区拉面 大港油田都知道的 一家非常非常有名 就是我来讲的家 我那个计划 下午是五点钟才开门 我们现在是刚刚五点钟 哎 饿 饿死我了 爸爸给我弄碗面 再拿瓶五圈 沙面 拦煮拉面 好 来 走在兰州的大街上 有太多的东西让你不能忘 一路上走过的漂亮姑娘 沙沙 还有兰州的面 也能让你吃个爽 什么超面 拉面 牛肉面 还有竞争的面皮在等你尝现 但是 不要忽略最重要的一点 牛肉面是牛肉面 拉面是拉面 牛肉面它不是拉面 拉面不是牛肉面 你听清楚吗 里面的区别可不容你笑看 虽然全国各地都卖过这样的饭 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 什么牛肉夹拉面是傻东西 我说 人活链 富活铁 人要么 链在过滤 不了解行情就不要胡言乱语 数捷合作 朋友们你们给我听自信 牛肉面不是牵着牛左面 牛肉面用上等的牛肉躺下 面细款集中规格随你画 出锅后给你放点香菜丛华 收到兰州拉面 新鲜的做法 如果您了解 如果您了解 你感觉很伟大 关能一碗 就是这么晚 一个面 可惜给你拉上一碗 拉上面的时候 皮膜说完精彩 人家飞到我脱锅 就是这个 我来说 没有人都会买大 下面的肉汤 千里飘着想 帮你吃完 大这么满满的吃一份 就是非常高 肉呢 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了 它还是很凉的 有个酱肉 是 嗯 看个吧 这家的拉面呢 不是那种红汤带辣油的 也不是黄汤带咖喱粉的 而是就是原汁原味的兰州拉面 但是相比兰州拉面呢 它的味道更加的浓郁 牛骨头和牛肉汤熬成的 汤浓面香 我买的很大 不分大小碗 我要的这碗呢 是宽的 面条吃起来非常的筋道 看起来面条还偷着亮 他们家的辣椒油是一绝 辣椒呢 不是那种就是非常辣的辣椒 而是非常香的那种辣椒油炸出来的 嗯 来会呗 来会炸 我炸一碗 明来这边都会吃一碗 他们家的拉面还是老味的 给炸一下 这就是辣椒油吃 所以厅厅那边就是口还是比较重的 就跟厅厅菜里面都比较咸 不是 待咱家开了有多少年了 我们是九六年四月二号办的 哦 23整周年过了 23整周年 咱这名最早就是叫北区拉面 不是 叫永发小吃店 哦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地理位置 不是在北区吗 哦 然后大口楼田这帮说吃面的驴肉吧 就 哦 是他们给起的名 是他们给我们取的是北拉 北区拉面 哦 这样 然后我们就开始注册了 给北区拉面 哦 咱在天津一共有多少家分店呀 哎呦 现在少了 现在有八家了 有八家 这之前好像应该有 小几小三十家吧 哦 这么多呢 嗯 然后慢慢就感觉到 哦 太辛苦了 对对对 所以就慢慢收回了 那咱二十多年前这碗面是多少钱 一碗最早 刚刚开始开张的时候 两块五 哦 两块五一碗 虾肉是四块 哦 四块 但是现在 哎呦 牛肉啊 太贵了 现在 长得不价 长得不飞了 哦 就是加牛肉餐啊什么的 都是随便 就包括加面 哦 随便加面 对了 哦 哈哈 就是之后那个 就是最小的一口 哈哈哈 你们这一共有多少个服务员啊 在忙的时候 忙不过来 抱有时候中午的时候 这个是干嘛 四个人全看了 我怎么 都不太拼了 我怎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